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笔筒树是一种恐龙时代就存在的蕨类 被称为活化石 目前也是二级兵维植物 由两位平科大硕士生 利用组织培养进行富裕大量繁殖 台北捷运公司推出全新的售票机 提供信用卡和行动支付功能 还有12种语言可以选择 目前设置在台北车站以及西门站 让民众与外籍旅客都能更加的便利 双十连价今天下午四点钟开始 国道已经涌现了车潮 连价期间车流量也预计会比平常多出1.5倍 高工局将实施夜间免收费 国一 国三 国五也将进行高层载管制 提醒民众也可以多多利用替代道路 才不会让塞车扫了廉价的好心情 一辆接着一辆国道涌入车潮 国庆四天廉价即将展开 傍晚四点开始 国道车流量已经比平常周五多出一成 那比较塞车的路段还是会集中在都会区的一个国道路段 那大概这个车潮大概在八点后会逐渐输解 那整天的交通量大概在一百零五百万车公里 车流量最大预计落在廉价第一天 将比平常多出1.4倍 为了分散车流 10月10号到12号凌晨0点到5点 夜间免收费 13号则延长到早上10点 国道高层载管制除了国五外 西部国道也将实施 我们在假期的首日 有实施国一跟国三 7点到12点的一个高层载管制 那针对一些比较瓶颈的路段 我们还会再实施部分杂道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做法 建议用路人利用高层载管制上路 分散车流 高工局也呼吁民众尽量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或改走替代道路 才不会让塞车影响假期的好心情 大约新闻科兴志台北报导 在国道上行车速度快 物品掉落被视为隐形杀手 根据统计国道3号以及国道6号 今年到9月为止就开发了196件 此外掉落物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连棺材和流动厕所都曾经出现过 国道不平静 车毁人伤 开业车视线这么差 最怕天外飞来的掉落物 驾驶下出一身汗 不知道哪来的枕木 差一点造成车祸 车道上竟然有掉落株 至少上百斤重 要带它回家 过程显向还生 其他像是棺材 流动厕所 沙发 还有铁架 高速公路移动障碍物无奇不有 今年1月到9月 国道3号6号 共掉落436件物品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开罚196件 从龙井到河美这个路段 是大渡西的出埃口 风势也特别的强劲 铁金这个路段 应该将你的货物 捧扎老部 行车过程 物品掉落或散落 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危害 交通部高工局 从9月16号开始 对于国道散落物处理开始收费 短短半个月 全台散落物2000多件 其中有两件处理时间 都超过半个小时 合计开罚4万元 驾驶人上路之前 先确认货物已经绑牢 就不怕被罚钱 更能够避免衍生二次事故 大爱新闻 国际宗台中报道 接着要告诉您的是 国际级的景点高美湿地 在国庆廉假 可能会面临交通的大考验了 这是因为受到南方澳大桥 意外的影响 高美湿地交通要道之一的 滨海桥 目前封闭检测 连带会影响到接驳车 以及公车的行驶 所以如果有要前往的旅客 出发之前 最好先确定好交通动线 受到南方澳大桥 坍塌意外事件的影响 通往高美湿地的交通 主要干道之一 滨海桥目前正在 封桥检测 不过也大大的影响到了 高美湿地 假日的交通动线 因为检测 需要一些作业的工具 还有桥下检查 所以我们的时间 是预计一个月内 把它完成 位于朝间带上的 滨海桥 完工通车已经45年 过去经常有油罐车行驶 安全检测有其必要 封桥期间 原本行驶第二停车场的 接驳车 要换点接驳 公车的部分 共四路公车 也移到景观桥旁的 18号封车站搭乘 国庆廉假前一天 虽然还是平日 但高美湿地游客还是很多 有民众刻意避开假日 就是怕人挤人 人太多了 这个交通动线又不是很好 建议民众 廉假期间前往高美湿地 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封闭了滨海桥 为便利游客及居民 在不影响安全的状况下 仍开放机车 脚踏车跟行人通行 大海新闻张国丹林欣宏 台中报道 还有南方澳跨港大桥 坍塌后的拆除工作 出动了万顿级的 大型升降平台船 红雨一号 那么因为大雨 所以前置作业 从今天上午8点多延到了10点半才进行 第一阶段的桥拱和切到了下午5点多中终于展开 现在夜深了 辛苦的工作人员还在努力当中 因为两端切割必须花上三四个小时 黑夜里火花四件 钢工两端锻炼面 烧焊切割任务 加紧赶工 切割夜切的时候 这个吊车就 受力就开始要准备了 因为它就承载这个 300多吨的这一个拱 所以 它时候就是开始 叫战战兢兢 然后把它hold住 把它能够空 吊着 让它不会出状况 平台船上搭载两部总重 1400公吨的大型吊车 如果成功吊起后 平台船还必须缓慢行事 确保重心平稳 从人到机具 每个环节都不容发生丝毫差错 投入上百名工程人员 除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得尽力保存调查证据 钢索的吊字的位置 就是固定点那个重面 不可以切到 保存比较大的构建 会对整个结构 当初的设计跟施工 到底是怎么状况 会比较能够判读 光是为了桥拱移除 港务公司封港24小时 希望赶在10号早上 如期完工 国庆廉价也不中断 因为重达1000多公顿的桥面 还等着被切割移除 分成五段 率先针对右侧端 得进出宽30公尺航道 让小船能出入港 整个钢构桥拱焊切过程 耗时三到四个钟头 顺利完成之后 再由平台船上两台大型吊车 吊往8号码头存放 第二阶段桥面切割作业 才会接着进行 以上是大一新闻 小时节节纪元机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怀疑视角而来告诉您的是 今年的诺贝尔奖项陆续的公布 那么在台湾时间 今天下午所公布的是化学奖 由三位学者共享殊荣 三位得奖者分别是日本的吉野章 英国的惠廷安 以及德国的古德诺 表彰他们在锂电池发展的贡献 高龄97岁的古德诺 出身德国 任教美国德州大学 在1980年奠定了锂电池的研究基础 人称他是锂电池之父 也是史上最年长的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总统川普身陷通污门 美国众议院甚至对川普发起了弹劾调查 也要求白宫要积极备合 但是白空批评 调查过程有党派色彩 也不符合宪法的精神 因此反对配合调查 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他接连被爆料 施压乌克兰总统调查民主党政治对手拜登 众议院抓到把柄 对川普启动弹劾调查 要白宫好好配合 却被打回票 中院议长佩洛西反批 白宫在隐瞒事实 川普不甘示弱 用他最爱的推特连猪炮反击 称这是对美国人民的骗局 推特小鸟把川普的怒火传到千里之外 却也回头灼伤川普 原来是弹劾的英文 中间藏了一颗水蜜桃 不仅在社群媒体掀起一股桃子蜂巢 像是川普水蜜桃T-shirt 还有川普的水蜜桃枕头套 各种戏虐川普的商品 在网络爆红 时代杂志更是拿川普桃子当封面 讽刺为十足 但有网友戏虐川普的亮橘色脸庞 写上弹劾这颗橘子 通物门风暴席卷美国华府 却意外扯出桃子话题 就连川普本人也始料未及 当然新闻中部闲便宜 接着来关心的是环境话题 巴西生态浩劫又出现一桩 东北部近海出现了原油外泄污染 一个多月过去了 油污范围越来越大 已经蔓延了2000公里 以及130座的海滩 巴西当局初步推测 可能是非法倾倒 蓝色海面上的黑色油污清晰可见 沙滩上也出现一长条 被浪花冲上岸的黑色油污 巴西东北海边9月初发现原油外泄 一个多月来影响范围扩大 横跨2000公里 影响9个省 46个城市 以及130个海滩 专家担心恐怕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复原 而且也重创当地旅游业 巴西当局追查油污来源 不排除是非法倾倒 当地媒体指出 这些油污可能来自委内瑞拉 但是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则以维系两国关系为由 拒绝说出国家来源 这是巴西自八月 亚马逊雨林搭火以来 另一起受到国际瞩目的 环境污染事件 根据巴西环境与再生自然资源所 除了设置为油栏 防止继续扩散 总计100吨的油污已被清除 专家提醒 如果不能查明来源 要求肇事者负起责任 将难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大爱新闻罗文景编译 海洋污染受害的 很多就是海中的生物了 英国伦敦在8号下午 有一只10公尺长的坐头巾 漂浮在泰晤士河的泥滩 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亡 漂浮在河面的坐头巾 已经奄奄一袭 泰晤士河的巡逻船 已经将坐头巾拖回岸上 交给伦敦动物学会解剖调查死因 有科学家表示 坐头巾可能是导航错误 误闯了泰晤士河的河口 不过环境的议题 从每一个人都要做起 马来西亚巴珠巴霞 慈激志工和小学以及村长 一起举办晚会 在这个晚会当中 志工准备了素食餐点 那么对于渔村来说 这个吃素是很大的突破 不过大家努力地 要从各个环节提倡环保 慈激志工用天然的浸丝食材 准备糕点餐点 在华文小学举办环保素食舞会 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去 慈激志工 帮我们安排的素食的东西 很多这些家长都会带孩子过来参与 我们跟这个承办 承办这个吃的单位 叫他们用这些圆板的盘盘叠叠 对 完全没有 没有皮革的垃圾的 在石温丁渔村推广吃素并不容易 因为村民吃惯品鲜 饮食习惯一时能给 我们这样子的推动已经有16年了 那这几年呢 就是平密地在这个学校里面 更加的努力地推动 像在上个月我们也开始 把我们的饮水机 学校一台 还有我们的村子里面的 庙口那边也有一台 我们还叫孩子们呢 减少用我们的 用那个矿泉水 推广安排地球的理念 也要亲子用回生物制作灯笼 给小孩子一个体验 怎样环保的意思 这个传统文化 已经慢慢慢慢慢慢地 被小一辈会遗忘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办一个这个活动 然后让全村的人参与 然后也给学生一个机会 体验提灯笼的乐趣 让传统文化与环保共存 单一新闻知识美志工 郑敬平 吴力娇 马来西亚报道 全球各地都有 慈祭志工关怀独居长者 但并不是每一件 都是顺利无障碍 在苏州就有一位老太太 不断地让慈祭志工 吃闭门羹 直到有一次 她生病才转变 也接受安排入住了老人公寓 去奶奶家打扫完之后 第一次再到奶奶家去探访的时候 奶奶就是语气态度就是很不好 就是叫我们滚滚滚 曾经陆吉文奶奶好几个月 距志工于千里外 真结点或许在于 误解志工接近另有所图 大伙想法子打开老人家心结 奶奶也很有文化 让我们大家来写一封信 就是表示我们是真心地去陪伴她 她可能还不了解我们这个词迹 那我们就把这封信和那个慈祭月刊 一起放在奶奶的那个地方 后来就是因为这封信 就是翻转了奶奶的整个人生 雪中送炭暖了心房 住院期间志工为陆奶奶联系上亲人 更关怀备至 情感加温 新开运转 如旧来 返家后 陆奶奶愿意让志工进门 协助沐浴 里里外外清扫 组装新床架 这个品质呢 刚刚老师扔这个 那我们走了啊 再见 烤粮不居 不宜养令 陆奶奶住进了老人公寓 志工再度造访 奶奶显得神清气爽 我们来送的那个秋季的毛毯 你说这个阿环保 那什么做 说了丁子 说了丁子做的 你这个也知道了 从关怀一老到触及整个老人公寓 程与琴破解了爱的密码 带新闻 郭世兰 吴伟 罗玲玲 江苏报道 超过八成的家长都害怕孩子面临霸凌 但是呢 有三成却从来没有和孩子 讨论过相关的议题 专家认为这个原因除了出在家长分不清楚 一般冲突和霸凌的差别之外 孩子也会担心会听到的是忍一忍就好 所以选择闭口不说 来自孩子最无助的新生 根据儿福联盟调查统计 有超过八成的家长都怕小孩 面临这样的霸凌处境 但有三成从未和孩子讨论过相关议题 专家认为这是因为家长难分辨 一般冲突与霸凌区别 我会认为是特定的对象 就是某人特定一直对某人 他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欺负的行为 上对下的或者是他可能会邀及伙伴 来针对特定的一个同学 五点啊 会是你的回答吗 如果家长 如果哪一天小孩跟你讨论 应该是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啊 小朋友如果跟我讲说同学对他怎么样 我通常都直接跟他说 那你跟老师说了没有 偏偏调查显示三成被霸凌的孩子 最不希望家长说去找老师处理 另外认为是孩子自己个性问题 以及忍一下就好分别占六七成 我们常开玩笑跟家长说 第一个念头想要讲的话你先忍住 你要先停下来 然后听听刚刚我讲的说 你去听听孩子的心情 先倾听再同理 最后讨论方法支持陪伴 才不会让霸凌变成孩子难以启齿的议题 大海新闻 杨远茨 梁家明 台北报导 视力有障碍并不等于失能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盲基金会 长期辅导示障者就业的计划以及成果 小心翼翼 收拾晚盘 21岁的张同学患有现天性轻光眼 几乎看不见还是可以在咖啡厅打工 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餐具啊 或者是透明的杯子 那我就是小心一点 从那个桌子的边缘去 往内做一个收集的动作这样 视障不等于失能 经过训练与学习 也能做到很多的事情 爱盲基金会长期辅导视障朋友 尤其透过定向训练 大幅增加他们的行动能力 蝉于视力以及他的感官知觉 可以让他了解本身跟环境之中的相对位置 那这个是要有定向行动老师呢 带着他去熟悉 不管他的生活居家的环境 工作或就学的路径 会依照他个人量身定做呢 提供最适切的服务 一句句唱出视障者的心声 他们的生活比一般人艰难 但只要一点的体谅与帮助 也能走出困境 重新融入社会 大爱新闻科兴志台北报道 位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 这个月16号将要登场 今年台湾以故事之导为主题 在当地展出台湾的创作作品 里头包含了海洋文学为呈现主题 我们过去的政策 或是一般人的习性 对于山比较亲近 可是海洋是带着一种被禁止或害怕 那其实海洋的本身的丰富的兜元性 包括各种动物 物质里面的生物 那我们觉得说台湾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词言 那应该用文化的各种文字图像 还有活动 还有作家本身 来做一个多元的呈现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台湾本身 推广到全世界各地 台湾书展基金会 今年邀请了作家夏曼兰坡安 带来以海洋为角度的文学创作作品 要把海洋文学的精神带到书展 也会在现场和欧洲读者互动 同时今年也会把台湾的漫画作品 透过漫画馆一起前进 弗尔兰克福 让外国朋友体验台湾的动漫创作能量 关心天气 明天东北风减弱 各地都是好天气 由于云量偏少 晨间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 使得气温较低 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 另外第19号强台哈吉贝 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明天开始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 恒春半岛沿海 以及马祖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加拿大奈特湾的灰熊 因为鲑鱼大量减少 越来越瘦了 当地组织展开了 抢救灰熊大作战 感恩您收看这期新闻 祝您晚安 再会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